第691集 不行 我要报仇 此刻 炼魂湖内 昏明之声扩散八方 四周的雾气翻滚中 那里面的一道道厉鬼之影 也都目中露出贪婪 似着一众添骄 他们的气绪 对于这些厉鬼而言 是最好的不辟 白秀纯委屈的不得了 此刻急速突围 想要冲杀出去 可他体内修为 时刻宣泄 被那禁止吸去 这四周天骄也是众多 很快的 他的前方又出现了 七八道身影 向着他这里奔杀而来 白秀纯眼皮一跳 其中一人正是 猿鹰大圆满的周虹 那周虹目中带着杀机 以俯视蝼蚁一般的姿态 刹那而至 昏明之声再次回荡 白秀纯气息粗重 双眼赤红 身影如同怒龙 根本就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就冲撞过去 气势骤起 轰鸣寒天动地 众人 只一碰出 就全部被撞得倒腿开来 气血翻滚 眼看白秀纯如此狂猛 周虹也面色微变 其他天骄也都心惊 可白秀纯速度太快了 他们判断错误 根本就没法阻挡 而白秀纯气势更强 此刻早已发狂般的 横冲直撞 肉身之力全面爆发 修为更是散开 天道原因 使得他这里如同战先 所过之处 竟无人能阻挡他脚步丝毫 可他也不敢停留 他身后众人神通轰鸣 一旦蹲住就算是他 也都心惊肉跳 只能向前不断的冲击 更是右手抬起时 那把裂灵十六次的长枪 被他取出钻住 所以这冲杀 更是配合其速度 一时之间 竟一往无前 勇猛非凡 眼看白秀纯 就要冲出四周众人的包围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一声冷哼 目然间从白秀纯的前方传来 正是公孙义 他站在那里 右手掐角 向着白小春一指 这一指之下 立刻就有一股封印之力 骤然爆发 化作无数虚幻的符文 直奔白小春 瞬间就环绕四周 似成为了一张大网 狠狠的一收 这一收之下 巨响惊天 白小春的身体 无法避开 直接就撞在了上面 因此刻体内修为被吸走太多 使得他没能立刻将这封印 轰碎 只是将这大网撞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裂缝 可哪怕是这样 也都让公孙义灭色猛的变化 内心大为吃惊 正要将封印加固时 白小春身影被这么一阻挡 他身后立刻就出现了数十道身影 甚至在这数十道身影后方 还有更多天骄 此刻也都急速追来 没有半点迟疑 这些人纷纷出手 一道道杀手简般的神通术法 刹那间就直奔白小春 其中周虹也在内 神色阴沉 出手时就是一道惊天见光 如要展开一切迎头而去 还有小狼神 此人嘶吼中竟身体变化 化作半狼半人 速度爆发 直奔白小春 李天生 此人阴毒 眼看众人出手 他冷笑一声 右手抬起一指 顿时一片五彩毒扩散 化作五份骷髅头 在节节笑声中 顺移而去 这些人都是原鹰修士 其中虽不少都是原鹰初期 可原鹰中期一样很多 且如小狼神 李天生等人 更是原鹰后期 至于周虹 更是原鹰大圆满 他们本就是天骄 功法强悍 联手一击 就算是天人 也要动容 此刻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顿时就在白小春心神内爆发 他之前虽有准备 可却没想到形势的逆转 竟如此迅猛 气人太甚了 白小春内心悲哀 此刻扬天大吼 直接取出永夜伞 猛地撑开 全力阻挡 轰鸣之声 惊天而来的顺洁 他的身后 此刻一声娇和传来 许珊的身影急速飞出 刹那就到了白小春的身边 右手抬起 一拳轰出 给我回去 许珊的声音带着金铁之意 出手更是雷动震天 这一拳的肉身之力 强悍无比 白小春被那封印打网阻挡 正心急呢 此刻怒吼一声 背对着 用夜伞 同样的一拳轰出 两人出手 隔着封印大王 拳头直接就碰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 那大量的神通术法 也都撞击在永夜伞上 轰鸣之声 在这一刻滔天而起 光芒璀璨中 那封印大王直接崩溃 许珊倒退 就连公孙艺也都灭色变化 立刻避开 实在是那些人的出手 气势极强 白小春嘴角溢出鲜血 随着永夜伞的倒卷 他的身体在身后那无数神通的冲击下 直接就被轰了出去 直奔远处的黑雾 这一幕 已经让此地所有人都心神狂疹了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白号居然如此扛打 众人一同出手 竟只是让他受伤 没有死亡 就在这时 人群内的妙林儿忽然美目闪动了一下 双唇微斗 竟有一股波纹从其口中传出 这波纹瞬间扩散 似能让人心神摇晃 直接就在倒退而去的白小春身边 猛的回荡 仿佛有让人无法不被吸引的天籁之一 在耳边传来 似在呼唤 白小春心神震荡 体内的伤势竟诡异的全面爆发 根本就无法压制 让他这里喷出鲜血 身影也都亮强了一下 与此同时 周虹那里双目内寒芒一闪 右手抬起时 他的手指上出现一道黑芒 这黑芒刚一出现 竟有一股天人之意 从这黑芒上爆发出来 在众人心惊时 周虹一直执白小春 顿时这道黑芒急锁而出 速度之快 似可以穿透虚无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春的面前 可还没等靠近呢 突然的 从白小春的体内 舒吻街就有一道黑光 木然的爆发出来 正是龟文锅 忽明节 黑芒崩溃 龟文锅倒卷 融入白小春体内后 白小春借力急速倒退 更是取出一枚破天造化丹 毫不迟疑的吞下后 速度不减 反倒更快 冲入了雾气内 不能让他逃走 白好不死 尽之不遂 众人一个个都急了 公孙义 周虹 许山等人瞬间追处 小狼神等人 也是咬牙 纷纷追去 很快的 众人就全部杀入雾气内 二皇子冷笑的 看着这一幕 也在追击 还有陈蔓瑶 他此刻呼吸有点急促 看着消失在雾气内的白小春的身影 目中露出奇异之芒 他之前还没注意 可此番看到白小春出手 他隐隐觉得 对方的身上似乎有一些自己熟悉的感觉 白小春速度飞快 在这雾气内一路急迟 而体内一片火热 之前的伤势正在飞速的痊愈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全部恢复 这让白小春略有安慰 可体内被吸走的修为还在持续 又想到自己被巨鬼王坑了 白小春就再次的郁闷 越想越生气 越生气越委屈 但是却不敢停留 向着前方急速逃去 他速度太快 身后追杀者想要追上 短时间做不到 渐渐的就被拉开了距离 再加上这炼魂湖的世界中 雾气浓密 里面还有厉鬼 众人进入后 那些厉鬼开始还隐藏身体 可随着众人在这雾气内横冲直撞 这些厉鬼慢慢发出嘶吼 很快的就开始冲击 一时之节 众人立刻乱了 阵阵惊呼与昏鸣不断传出 可偏偏的 没有任何厉鬼冤魂 去阻拦白小春 如看不到他一样 任由他这雾气内 急速顿走 此事儿 那些追杀的众人看不到 可白小春却看得清清楚楚 哼 老子有这面具 你们休想追上我 白小春冷横 速度更快 直至过去了一个多时辰 他的身后安静下来 再没有人追上 白小春 这才落在地面上的一处山脉中 坐在那里 又吞下一枚破天造化碳 感受着体内的修为犀利 终于慢慢减少 直至完全停下 不再吸收自己的修为后 白小春再次吞下一枚破天造化碳 这才恢复到了巅峰 他看着四周 回想着一幕幕 悲愤无比 这么多人追杀我 我没有没有仇 实在是欺人太善 太过分了 有本事 和我单打独斗啊 还有巨鬼王 这个老不死的 当初老子为了救你 九死一生 你却这么对我 他奶奶的 不行 我要报仇 白小春是越想越生气 只觉得胸口发闷 一口气出不来 在这委屈中 似乎胆子也都大了一些 恶象胆变身 狠狠的一咬牙 第六百九十二集 你坑我也坑 白小春是满脸奴役 握紧了拳头 脑海里不断的转动各种念头 琢磨着报仇的办法 我要报仇 杀人是不行的 白小春不傻 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这蛮荒非常敏感 今日若是杀了这些天骄 一个两个还好 可若是多了 相当于是得罪了整个蛮荒 到时候他在蛮荒 必定是寸步难行 危机太大 只是如果只杀一两个 白小春也不甘心 况且杀人的话 就与巨鬼王关系不大了 虽也会让他被牵连 可毕竟人不是他杀的 到时候巨鬼王那老家伙 一旦翻脸 我就相当于是自己挖坑 把自己给埋了 不行 得想个别的法子 最好是既能报仇 又能让巨鬼王有苦难言 白小春狠狠的抓了一把头发 双眼红彤彤的 鸣死苦想 摆上之后 他忽然双眼一两 猛的抬头 呼吸急促了一些 白小春精神抖擞 脑海里 盛起的念头越发清晰 有了 我不杀人 我将这里所有天骄都给绑了 然后送到巨鬼王那里 到时候 他首先因着 戀魂湖内的举动而理亏 本就让所有方势力不满 然后那些天骄在他手中 这就给了那些权贵 找茬的理由 他若是放了 对他颜面影响极大 可若是不放 蛮荒所有权贵联合起来 去找他的话 这些天骄 就是烫手的山芋啊 到时候 这巨鬼王有苦难言 况且巨鬼王就算再霸道 也不好以这些天骄 去勒索他们的家族 这种先作弊后勒索 而引起的正怒 白爷爷我做起来无所谓 可巨鬼王却做不得 一旦做了 怕是引来的祸患更大 白小春想到这里 顿时扬天大笑起来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么一个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 不由的感慨中得意无比 为了让这计划更完美 白小春深吸口气 又再琢磨一番 不过我也要做好防范 万一巨鬼王那老小子不要炎灭 直接将人给放了 这也不是没可能 白爷爷我要让巨鬼王那里 就算是放人 也要付出肉痛的代价 白小春满脸兴奋 满脑子都是如何报仇的事情 扮上之后 将脑海里的计划捋顺厚 他目中露出期待之忙 巨鬼王 这个不怨我 你先坑我 就别怪我坑你了 正好老子借此机会 修行不死骨 白小春缓缓地深呼吸几次 目中闪现果断 尽管这计划还有些瑕疵 可白小春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要大的方向 不会出现问题就可以了 此仇不能隔夜 现在就去 白小春身体一晃 瞬间冲入雾气内 利用面具隐藏气息 而那雾气内的厉鬼 又看不到他 使得他这里 如同幽灵一般 在这雾气中无声无息 急速远去 练魂壶的雾气中 厉鬼极多 无数冤魂成群结怼 呼吓而过 白小春一路顿走 看着从身边不断飞过的 那一个个厉鬼冤魂 也很心惊 尤其是看到 这里面竟有不少厉鬼 居然投身独角 甚至身体虽虚幻 可却使而出现 食指的真身时 他就更为吃惊 这恋魂糊诡异 里面的冤魂 更是诡异 这些冤魂厉鬼 比外面的要凶残不少 甚至还有一些 可以施展充满死气的 术法神通 往往看到活人 就嘶吼着扑过去 一旦被他们靠近 生机就会暗淡 甚至 若被他们扑到了身上 生命之火都会 剧烈的摇晃起来 若是换了通天河区域的修饰 面对这些冤魂 必定手忙脚乱 就算是蛮荒的这些天骄 他们每个人都有对付 这种魂潮的手段 甚至本身就是炼魂师 可面对这炼魂糊内 比外界凶残太多的特殊厉鬼 依旧很是忌惮 能不正面对抗 那就绝不硬碰 他们心知肚明 这炼魂糊特殊 其内的厉鬼冤魂 虽能被收走 可却很难收服己用 所以一旦遇到 要么灭去 要么躲避 演一下 在这些厉鬼冤魂的冲击下 追杀白小春的众天骄 已经分散开来 各自为战中 四下散去 一边躲避那些冤魂厉鬼 一边也在 肆以各自的手段 寻找白小春 一旦找到他们就会高呼 以来众人合理将其灭上 该死的外号 他若不死 我们就没机会 获得鬼王国了 时间紧迫呀 众人散去中 一个个都对白小春那里 杀意弥漫 此刻 一位穿着蓝色长袍的青年 面色阴沉 正在雾气中 急驰 他身后 有一群冤魂 嘶吼追杀 可在速度上 却似不如这青年 被渐渐拉开了距离 此人 正是小狼神 一身原因后期的修为 使得他 就算是在这雾气中 也依旧 保持高速 只要不是遇到 大规模的魂潮 又或者是 个别强悍的厉鬼 他可以在这雾气内 肆意纵横 那白号逃得挺快 不过被我们 这么多人寻找 我就不信 他能躲得长久 小狼神内心冷横 他此番来到练魂湖 本是打算 凭着自己的修为 就算无法亲自 获得鬼王国 也要辅佐世子 如此一来 就算是完成了 家族的任务 回去后会有赏赐 可这一切 却被白号给毁了 那禁止的出现 让包括他在内的 所有人都明白 此番是被白号给耍了 此人不死 他们就 决然没有获得 鬼王国的希望 我们虽无仇 可你 必须要死 小狼神冷笑了一声 速度更快 神石散开 仔细的寻找 时间流逝 半个时辰后 小狼神正前行中 他的前方雾气内 突然出现了数百冤魂 这些冤魂察觉到小狼神 顿时纷纷目中 露出幽芒 直奔小狼神而来 小狼神直接无视 数百冤魂 他还不放在眼里 速度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快 胡小姐 直接就从这些冤魂中 横冲直撞 可就在他要冲出的刹打 突然的 小狼神面子猛的一变 他的心神内 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危机感 更是莫名其妙的 自身修为 如被削弱了三分 修为越发声色 甚至运转都完全的缓慢 出现停止 不对 来不及思索太多 小狼神身体猛的停顿 就要后退 可就在他后退的瞬间 一声傲然的冷笑 陡然就在他身边回荡 晚了 随着时间出现 是一道如闪电般 呼啸而来的身影 这身影之前 藏在冤魂群中 无论是肉眼 还是神识看去 都看不出区别 此刻突然一显漏 速度飞快 刹那就到了 小狼神的身前 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右手抬起 肉身之力 与修为融合 一拳昏出 危急关头 小狼神猛的咆哮 不惜潜力爆发 似要化作之前的 半狼半人的样子 可这变身还没等 完全展开呢 白小春的拳头 已经落下 轰的一声响 这一声响震动四方 掀起的冲击横扫 将四周的冤魂 全部推开 这一切太突然了 小狼神全身一阵 想要躲避 却无法做到 想要反击 也一样全身难以做到 只能任由白小春的拳头 如山鸭一般 轰在胸口 感受着 似有一股 无法形容的大力 撞在自己的身上 一路摧枯拉小般 让他体内 直接重创 鲜血 大口大口喷出 体内修为 直接崩溃 肉身 似羹腰爆开 骨头也都断了好多 白号 小狼神惨叫了一声 头皮发麻 骇然无比 这种残暴的 如狂风暴雨般的一拳 他这一声 从没遇到过 此刻都被打梦了 内心恐惧骇然 鲜血 更是止不住的喷嚼 这一刻的白小春 似乎与之前是不一样了 强悍到 让他无法置信 仅仅一拳 他的身体 就几乎要崩溃 伤势之中 让他双眼 都出现模糊 更是 原鹰险血出窍 差点 魂飞魄散 甚至那变身的神通 都在这 一撞之下打断 身体 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就被昏出 白杖外 哼 让你变身 之前你打我打得很愉快 是不是啊 变身 我打的就是你的变身 白小春冷哼一声 一步白仗 白好在这里 小狼神整个人虚弱到了极致 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眼看白小春临近 他双眼赤红 不顾伤势的赶紧大吼求救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呢 白小春右手一挥 瞬间就将重伤的小狼神封印 一把抓住 扔到了除袋内 转身一晃 急速远去 消失在雾气中 第六百九十三集 老鹰抓小尖 在白小春离去后不久 立刻 之前他与小狼神交战的地方 就有七八道身影 破空飞制 看着四周残留着小狼神的竖法波动 以及漂浮在四周的大量鲜血 众人都面色变化 一个个传音后 再次散开 四下寻找 而此刻白小春正在雾气内急尺 速度飞快 视而舔着嘴唇 双眼闪动 露出疯狂 小狼神不是他抓的第一个天脚 在小狼神之前 他已经抓了七八个了 上你之前变身打我 白小春冷哼 小狼神不是他抓的第一个人 前面几个都是一拳放倒 这几次出手 可以说是白小春天道原因后 真正意义的出手 对于天道原因 也琢磨出了一些非凡之处 我的天道原因 应该是可以压制其他原因 之前那些人 在我出手时 似乎都修为被削弱了 白小春琢磨一番 回忆之前的战斗 那小狼神的确修为不稳 想到这里 白小春考虑了一下 准备再去验证 于是赶紧及时 不多时 他神色微动 改变方向 直奔右侧区 很快的 就看到在那里 正有两个蛮荒天骄 被大量冤魂追上 就拿他们两个试验一下 白小春黑黑一笑 速度不减 反而更快 轰鸣街 直奔那二人而去 刹那间 那两个蛮荒天骄 就看到了白小春 灭色一变 正要开口时 白小春袖子一甩 顿时 一股风暴 轰然而去 直接爆发 这二人 刚要阻挡 可凭着他们 原因中期的修为 又岂能是 白小春的对手呢 更是在 白小春的术法下 他们的修为 直接被压制 运转 严重停滞 两个人神色大变 还没等想到办法解决 昏明中 他们鲜血喷出 身体倒退 白小春一步走去 双手抬起 直接隔空一抓 手到擒来 随手风意 扔到了厨袋内后 白小春满是喜悦 他方才重点观察这二人的修为变化 此刻内心笃定 自己的天道原因 似乎真的可以压制其他原因 顿时振奋 天哪 原来我这么强了 白小春带着激动 转身就走 就这样 四散在这烈焰魂湖天地内的蛮黄天骄 在白小春的眼中 已经成为了猎物 而他如同猎人 身影诡异的出没见 将一个又一个天骄 像老鹰抓小技一样的 直接帮走 若是遇到人数较多的 他就退去 遇到单独一人的 立刻就风暴般轰煞而去 而且每次出手 时间都很短 逃走时更是速度飞快 也就使得众人很难再次将他围困 该死的 这白猴为何在这武器内 可以来去自由 已经有十多人失去消息了 通知所有人 不要单独寻找 至少要五人一起 这些在烈焰魂湖内的蛮黄天骄 打斗是以公孙义 周虹以及许珊为首 此刻纷纷传音 彼此警惕 如此一来 白小春有些发愁了 五个人的话 他虽也能绑了 可时间上必然要耗费一些 此刻身影在那雾气内来回寻找 正琢磨要不要冒险 用面具改变样子 蒙混进去绑人时 白小春忽然乐了 哎 有个落单的 白小春双眼冒光 看着远处 有一道魁梧的身影 正迈着大步 从一群冤魂中冲杀而过 这是一个大汉 正是赵东山 距离有点远啊 他要是顺移逃走 我追上去也要耗费时间 白小春一拍厨戴 立刻取出一把大功 几乎在白小春看到赵东山的同时 赵东山也看到了白小春 赵东山原本就在心惊 他之前听说了有不少人失踪的事情 演一下正急速前行 要去距离这里最近的移除 他与其他人约好的交据点 可就在他冲出这片阻挡自己的魂潮后 他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 这种危机不是神识感受 而是他功法特殊 肉身示警 转头时 他一眼就看到了白小春 灭色陡然大变 没有半点迟疑 竟直接就展开顺移 想要逃走 可就在他顺移展开的刹那 一道箭矢带着惊人的气势 直奔他而来 没等太过靠近 这箭矢突然自爆 砰一扔 这自爆之力 顿时乱了虚空 猎灵剑 赵东山嘴角溢出鲜血 也只有这种猎灵 至少十次以上的剑 其自爆才可以乱了虚空 使得他的顺移被强行打断 赵东山内心叫苦 正要后退 但紧接着 他的目中就露出绝望 他看到了远处白小春的身影 其手中拿着一把大弓 连开七次 顿时就有七道箭矢带着嗖嗖的声音 眨眼临近 赵东山大吼了一声 白号 此地因那箭矢自爆 乱了虚空 使得他顺移难以展开 此刻只能急速后退 他以前还瞧不起白小春 可之前众人围杀中 他是第一个出手的 直接就被对方撞飞 眼下胸口还在隐隐作痛 如今根本就没有丝毫对战之心 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 那七只箭矢再次自爆 呼鸣巨响乱动八方 赵东山喷出鲜血 不顾一切正要逃顿 可与白小春的速度比较 他还是太慢了 轻可解 白小春就气势汹汹而来 哼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奶奶的 居然敢第一个对你家白爷爷出手 白爷爷我打死你 白小春一想到赵东山之前 第一个对自己出手的事 就更生气了 直接一拳轰出 这一拳是惊天动地 传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掀起无穷冲击扩散时 赵东山的身影消失了 被白小春直接拖走 一晃之下 转身远去 在这雾气中穿梭时 白小春心脏碰碰的加速跳动 他觉得这一次很刺激 这种如捉迷藏的感觉 让他心底是满怀期待 哼 一群怂火 就知道人多欺负人少 哪个敢和白爷爷我蛋打独斗 白小春背着手 羞贼一甩 打有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此刻得意中 脚步一顿 看向右前方的雾气 那里的冤魂不少 传来阵阵尖锐的思鸣 似在围攻 又要开张了呀 我这是老鹰抓小劲啊 白小春舔了舔嘴唇 慢慢靠近后 遥遥地感受到在那里 有五个蛮荒天骄 被冤魂包围住 正在冲杀 这五人四个原因中气 一个原因后气 联手之下很是凶残 看起来 估计用不了多久 便会冲出包围的样子 可惜啊 我没法操控这里的冤魂 不然的话 一切就简单了 他们逃不掉 白小春叹了口气 沉吟片刻 忽然取出一团十五色火 目光一闪 黑黑的笑了起来 一边飞速炼制 一边隐藏波动 靠近那里 不多时 一声轰鸣 滔天而起 紧接着 苍穹竟有红云突然出现 随后一片片天火 骤然降临下来 正是白小春自创的 天火神通 白小春天道原因后 原以为 毁尸灵的天火神通 可能由于天道原因的特殊 依旧能够顺畅施展 火海瞬间扩散 那些冤魂纷纷后退时 被火海包围的那五个蛮荒天骄 也都灭色大变 这十五色火的威力 就算是他们也都心惊 尤其是 这五根天火 无法收取 五人只能加快速度 要冲出这里 可就在这时 白小春的身影 趁乱瞬间来临 手持长枪 一身战力 木然爆发 在那火海内闪烁而去 鸿鸣之声扩散四方 也就是十多个呼吸的事件 白小春就转身顿走 身后火海消散 那五个天骄的身影 也都没有了踪迹 整个烈魂湖世界都乱了 那些蛮荒的天骄 一个个都心惊肉跳 至今为止 他们知道的 已经快有三十人失踪了 白号的速度太快 他们往往赶过去时 根本就无法形成围杀 而且众人也都发现了 这雾气内的厉鬼 似乎对白号无事 这就让所有人心底憋屈 怒意弥漫的同时 也有心惊 实在是白小春这里的报复 来得太快 太犀利了 这剩下的 近百天骄 已经分成了四部分 环绕在公孙义 周虹 以及徐山 还有二皇子的四周 避免落单 这才稳定了局面 可此事不是长久之计 毕竟 他们也要找到白小春 否则的话 若是这么僵持下去 那么鬼王国 就真的不属于他们了 而哪怕彼此散开不远 成网状搜寻 在这烈魂湖 也不适合 毕竟这里的雾气中 存在的厉鬼冤魂太多了 一旦他们这么密集的搜寻 怕是白小春还没等找到 就先引来了 让他们承受不住的 无穷厉鬼 此刻左右为难时 四方各有安排 二皇子那里 直接带着身边数十人 没有分散 与陈漫瑶一路 静子搜寻 至于公孙义 周虹 以及许山 三人虽有自信 可也还是各自带着三五人 分成四个方向 寻找白小春 至于其他人 五人一组 似乎也都不安全了 于是成为了十人一组 这样的话 一旦遇到白小春 他们有足够的把握 拖延下去 从而 等到众人赶来 何为 第六百九十四集 白好之魂 整个烈魂湖的世界 人心惶惶 白小春的强悍 众天骄 已经彻底明白 可眼下 已经没别的选择了 出又出不去 只能按照 公孙义等人的方案 彼此成群搜寻 一个个都咬牙切齿 打定主意 只要围住了白好 他们就全力出手 让白好 死无葬身之地 而那朵 加速盛开的鬼王花 也让众人明白 时间紧迫 必须要 尽快解决了白小春 否则的话 就彻底的输了 在这众人 按照计划搜寻一时 白小春 正在地面上的 一处山谷中 他站在那里 昂首挺胸 在他的前方 近三十个蛮黄天骄 并排坐在那里 一个个都怒视 白小春 他们被封印了 修为与四肢 此刻咬牙切齿 看向白小春的目光里 带着威胁 有本事 将我们杀了 哼 白好 你一闯下弥天大祸 就算是巨鬼王 也都保不住你 赵东山 小狼神也在其中 他们的双目 一片赤红 如果目光能杀人 他们此刻 必定用眼神 将白小春是错骨扬灰 居然敢恐吓我 你们给我等着 白小春同样瞪眼 目光从这近三十人身上 扫过后 神色傲然的 从厨代内 将永夜伞取了出来 走到一个 方才恐吓声音 最大的青年面前 这青年立刻心中一惊 怒视白小春 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修炼需要生机啊 从你这里借点 没有半点迟疑 白小春立刻就将手中的永夜伞 扑吃一声 刺到了这青年的胸口 青年发出一声 凄厉的残叫 这残叫声 让四周众人 纷纷神色大变 一个个喘息极楚 目中带着亥然 眼睁睁的 看着那青年的身体 竟肉眼可见的 极速枯萎 也就是十几夕的世界 居然头发都白了 身体皮薄骨头一般 这一幕幕 顿时让众人内心咯噔一下 看向白小春的目光里 已经露出了恐惧 尤其是那把永夜伞 在这犀利下 整个伞身都散发出妖艺之毛 仿佛化作了一张大口 正贪婪的吞噬一切生机 这生机又涌入白小春体内 白小春全身随之一阵 眼看差不多了 于是赶紧拔出永夜伞 面色微微红润 没有理会众人 而是快速的排袭坐下 立刻运转不死卷的第四层 不死骨 随着功法运转 他体内这涌现来的生机 立刻就急速的消散 融入到了白小春全身的骨头中 仿佛是干裂的大地 滴入了甘露一样 白小春的脸上也浮显出舒爽的神情 可这一幕却是让包括小狼神以及赵东山在内的众人 全部不住的吸气 灭似惨白 露出更为强烈的惊恐 尤其是那被吸了生机的青年 此刻有出气没进气的样子 炎炎一息 虽没有死亡 可也圆起大伤的模样 更是让众人头皮发麻 这白后 修炼的是什么魔功 天哪 竟然直接抽取生机修炼 我知道他为何要生起我们了 他这是要拿我们练功 就在这众人心惊胆颤时 白小春 双眼目人睁开 精神盎然 目露狂喜 果然如我预料的一样 只要有足够的生机 我就可以修炼这不死骨 哼 我不杀这些人 抽干他们的生机后 扔给巨鬼王 让巨鬼王头痛去吧 白小春 嘿嘿一笑 这一笑容 让众人内心狂挑 甚得慌 可还没等他们开口 白小春 一站起了身 走到了第二个天交的面前 你好啊 希望你能配合一点 放心了 没有痛苦的 白小春笑容可惧 话语间 在这天交一脸的 惊恐中 永夜伞 戳了进去 很快的 第三个 第四个 半个时辰的功夫 白小春 就将此地 所有人的生机 都吸了一遍 而他的身体 此刻也都颤抖中 体内的骨头 终于在这生机的融入 与功法的运转下 传出了两声 闷闷的轰鸣 在这轰鸣中 白小春 全身散发黑芒 闪耀了几下 才慢慢隐去 他睁开眼 吐出一口 啄气 全身骨头 在这一刻 比之前 坚硬了太多了 脆骨径 第二成天 白小春 目露期待 他知道 脆骨径 只要再多一成天 他就达到了 不灭地全的标准 这不死骨需要的生机 太恐怖了 这么多人 居然只是让我勉强修成了第二冲天 这也太夸张了 不过这一次炼魂壶算是来对了 这里面这么多天胶 每一个都是大药啊 白小春身材一 看了看身边 那近三十个皮包骨 一个个萎靡不振的天胶 将它们再次绑了 放入厨袋内 这才兴致勃勃的一晃 飞向雾气中 在这雾气内 白小春一路隐藏踪迹 小心前行 可慢慢的 他的眉头就皱起了 他发现 这些天胶们已经不再是五人一对 而是成为了十人 白小春琢磨着 一旦出手 短时间结束不了的话 其他人一旦围上 自己就又要出现之前 被群轰的一幕了 哼 十人一左 我也一样出手 大不了不全绑了 我不着急 慢慢来 白小春琢磨了一番 抬头时冷哼一声 潜入雾气内 寻找下手的目标 不多时 他就看到了一行十人的队伍 这十人修为之力散开 一路前行 四周雾气内 虽有冤魂出没 可大都是环绕克制 没有轻举妄动 这队伍中有一个人 让白小春目光一凝 此人正是妙灵儿 白小春至今还记得 就是此女最后的神秘术法 使得自己全身伤势 竟无法压制的爆发 造成了加倍的伤害 这才给了周虹出杀招的机会 最毒妇人心哪 我白小春现在这副样子 虽不如我原本的模样 可也算是俊朗啊 我又没得罪你 居然出手这么狠了 白小春眯起双眼 又看了看妙灵儿身边的众人 估算了一下后 目中露出果断 没有半点迟疑 身体骤然而出 速度全部爆发 眨眼界就化作一道 快于奔雷的长虹 如同朔尾一般 只本妙灵儿登上而去 隔空一拳猛然轰出 这一拳 直接化作一道风暴 轰轰中降临众人身边 他的出现 立刻就让妙灵儿一众天骄 灭色一别 一些更是喷出鲜血 刹那散开 有人立刻就传音四方 与此同时 妙灵儿身体后退 笑声传出 白昊 你上当了 真奇 随着妙灵儿声音回荡 顿时 这四周的天骄 一个个目露齐盲 所有人的身体 竟在这一刻 浮现出大量的符文 这些符文眨眼间就散开 形成了一道阵法 这阵法轰轰而起 降临方圆百丈 如同困牢一般 将白小春四周彻底的封锁 这正是公孙义等人的计划 他们虽带人外出 可其他人组成的队伍早有俯首 只要白小春敢再次出现 就会落入他们的阵法内 几乎在白小春被阵法笼罩的瞬间 公孙义 周虹 以及许山等人 立刻就接到了船衣 三人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展开全宿 直奔此地 周虹距离最近 他身边跟随着三人中 其中一个正是李天盛 二人速度最快 红明节 距离困住白小春阵法之地 只有十个呼吸的距离 一时之间 炼魂湖世界内风起云涌 所有人都在展开全宿 直奔此地 妙林儿的笑声还在回荡 可眨眼间 他就面色猛的苍白 双目收缩 只见阵法内的白小春 此刻虽被阵法封锁 可却没有什么惊慌 而是神色中不屑一鼓般 向着妙林儿一步走出 这一步落下的刹那 不死寂 疏然施展 白小春身影居然消失在阵法内 出现时赫然在了妙林儿的面前 不可能 妙林儿花容色臂 急速后退 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 白小春的身体 如一头狂暴的凶手 山崩一般 没有什么怜香西雨 直接撞了过去 巨响汗天动地 妙林儿喷出鲜血 体内修为瞬间被压制紊乱 更是全身骨头似要粉碎 原因都要飞出 顿时重创 让他容颜失色惨白一片 还没等退后呢 就被白小春的大手一把 抓住手臂 猛的一甩 修为透入妙林儿体内 直接封印了修为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点光火时节 白小春就将这妙林儿生擒 不但让四周众人纷纷稀奇骇然 就连正急速赶来的周虹等人 也都料想不到 更来不及赶到 四周的雾气内 此刻也有不少冤魂 趁乱冲出 看向那些天骄士 目中露出对血肉的贪婪 白小春目光扫过四周 得意中抓着春光外泄的妙林儿 身体一晃 正要离开此地 可就在这时 他临走前的目光 在四周那些冤魂上 随意的扫过后 却猛的停顿在一个冤魂身上 他的脚步刹那猛的顿住 他的眼中露出难以窒息 他的身体更是强烈的抖了一下 甚至他的呼吸都骤然凝住 整个人脑海里如有天雷翻滚 尽管这冤魂与生前的模样有些不同 尽管外人或许也都不大认出来 可白小春对此人太熟悉了 白号 白小春险些诗声 白小春不是没有想过 以这个世界的特殊 死亡后的人 他们的魂会出现进入冥河中 出现在蛮荒里 他甚至也想过 或许白号死亡后 其魂也在蛮荒咒 只不过太过渺茫了 如大海捞针一样 半神都做不到 这个想法 只能在白小春心中一闪而过 化作了叹息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在这炼魂湖内 在这里 在他没有任何准备中 他竟然看到了白号的魂 尽管模样改变 尽管那冤魂上露出贪婪与疯狂 全身阴死的气息弥漫 可白小春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此魂 正是白号 他对白号的熟悉 可以说是世界上 除了白号本人外的第一人了 那是他的弟子 他更是用了白号的身份 在蛮荒走到了今天 此刻 白小春心神强烈的震动 他明明知道 四周必定有人正急速赶来 或许自己多停留一息 就有可能再次被包围 陷入如之前刚刚进入此地时的围杀中 这一切他都清楚 可他还是脚步停顿下来 没有选择离去 因为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一旦错过哪怕是在这裂魂湖的世界内 他想要去找到白号也都极为困难 而且一旦在这过程中 白号的魂出现了灭亡 那么将是他一生的遗憾 他同样也明白 白号的魂的出现对他来说也是一场莫大的危机 一旦让别人知道那么他的身份必定暴露 甚至联想到他的真名也都不会特别困难 似乎摆在他眼前的最好的选择就是立刻离去 不去关注 如此一来 虽有隐患可出现端倪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将白号的魂轰杀 如此一来 就真的是天衣无缝 可他做不到 甚至连想都没有去想 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是他的弟子 是他这一生第一个弟子 如果找不到也就罢了 一旦遇到 他就绝不能退缩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白小春脚步停顿之后 立刻就改变方向 刹那就出现在白号魂所在的魂群内 这些魂看不到他 他的到来没有引起魂巢的异动 其内白号的魂也是如此 眼下正带着贪婪 随着魂巢要冲向那些蛮黄天角 可就在白号魂要冲出的刹那 白小春带着心神的震动 右手木然抬起 一把就抓住了白号的魂 将其猛的收入魂塔中 做完这一切 白小春依旧心神不稳 气息起伏 转身要走时 远处有两道长虹 以极快的速度 顺移二来 正是周虹与李天盛 白号 周虹怒吼了一声 一身猿鹰大圆满的修为 直接爆发 形成一股冲击 卷动四周 化作层层波纹 同时手中出现了一枚玉剪 被他一把捏碎后 顿时这方圆万丈立刻就虚无动乱 直接就封印了一切挪移的可能 这番行动 迅捷异常 行云流水般 而其声音更是如同天雷 轰动此地 声音还在回忆道 他的身影已经刹那出现在白小春的前方 搭步走来时 身体内出现丝险般的黑芒 直奔白小春这里 风格而来 这些丝险很是惊人 其内甚至蕴含了天人的气息 显然是他老爹九幽王给予的杀手锏 他的身后是李天盛 此刻目中带着阴冷 刻意的慢了几步后 袖子一甩 顿时一片片五彩毒物 瞬间散开 此毒惊人 那些闪躲不及的冤魂在碰触着毒物后 立刻发出凄厉的惨叫 烟消云散 而此地的其他修士此刻眼看周虹到来 群情振奋 也向着白小春急速威来 他们明白 这一次白小春逃不走了 而只要时间略久一点 其他天骄都会赶来 到了那个时候 围杀之下 就是白小春的生死之客 就算白小春再强 又能如何呢 他们人多势众 全部出手 天人都不敢轻英其风 这一点 白小春也同样明白 眼看周虹杀来 白小春目光重点落在那些丝线上 这些丝线让他察觉到一些危险 此刻一拳轰出 这一拳肉身之力爆发 修为之力蕴含在内 形成风暴 轰鸣滔天时 周虹面色一变 双眼猛的收缩 四周那些丝线刹那归来阻挡 轰鸣接 他喷出一口鲜血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的惊骇 怎么会这么巧 周虹双眼赤红 露出疯狂 似不甘心 体内更多黑血 带着幽光散出 再次的杀向白小春 可白小春却一晃之下 速度全面展开 竟绕开周虹 直奔四周 与围杀而来的那些 原因重其的天骄而去 与此同时 永夜伞出现 没有半点痴疑 他直接就刺入到妙林儿的内部 顺杰生机袭来 妙林儿发出凄厉的尖叫 红颜白发 身体刹那枯萎的同时 白小春不死骨运转 体内传来闷闷的鸿鸣巨响 借助这股生机 直接就到了脆骨镜 第二重的小圆满 一个妙林儿居然将自己的第二重天 推到了小圆满的程度 让白小春也很诧异 实在是这妙林儿体内的生机 远超其他人 这小娘皮修炼的什么功法 怎么生机这么多 她一副暴露 扫手弄姿的样子 一看就修的是邪功啊 这一切说来缓慢 可确是电光火石间发生的 随手将妙林儿扔到厨带内 白小春眼中露出血丝速度更快 永夜伞被她抡起 形成了一道道幽光 那些园婴终其修饰灭色变化 纷纷出手 种种神通轰击时 永夜伞被白小春 木然撑开 阻挡之后 伞尖刹那刺入一个园婴天骄的身上 猛的一吸 那天骄惨叫一声 身体刹那枯萎时 被白小春收走 调转方向 急速冲向下一人 周虹怒意套天 大吼中急速追击 可她在速度上不如白小春 眼看这白小春在这急速下 竟当着她的面 以那诡异的伞连续吸收了四个人的生机后 周虹猛的一拍额头 顿时她四周的黑线 刹那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黑芒 直奔白小春而去 天然气息 从这黑芒中明显爆发 白小春深吸口气 闺蚊锅瞬息幻化 直接阻挡 哄的一声 白小春倒退数十掌 永夜散却一抖之下 再次刺入到一个闪躲不及的 猿鹰中气天骄的身上 这天骄全身枯萎 惨叫中 白小春体内的不死骨 在这生机的涌入下 直接就推动脆骨镜 到了第二重的大圆满 这一切太快了 四周其他的天骄都来不及吸气 一个个 进阶骇然的看着白小春 不敢上前 急速后退避开 他们已经被白小春这诡异的战法 直接喊动了牺牲 白鹤 敢不敢与我一战 周虹愤怒至极 再次追去时 李天盛面色苍白 急速后退 他也感受到白小春那散的诡异 不愿靠近 别着急 留着你 是为了一会儿试一下我的最强一拳 白小春无视周虹 目光直接看向那正在后退的李天盛 咧嘴一笑 脚步抬起 不死记 虽因周虹的预见而暂时无法施展 可白小春的肉身速度堪比顺一 依旧是众人之管 此刻脚步落下 刹那就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李天盛 他的笑容落在李天盛眼中 顿时让李天盛头皮发麻 脑海轰的一声急速倒退 更是在退后时 双手不断挥舞 经一口气释放出更多的毒 这些毒凝聚在一起 竟化作一个七彩的骷髅头 向着白小春一口吞噬过去 白小春看都不看这七彩骷髅 直接穿梭而过 身体传来啪啪之声 全身上下列灵十四次的宝物 爆出鸡芒 直接阻挡的瞬间 他已出现在了李天盛的面前 放毒很好玩嘛 白小春的声音传出 用夜伞直接刺向李天盛 李天盛大吼一声 全身上下爆出红色光芒 更是取出一件件法宝 要去阻挡 可这些法宝在出现的刹那 白小春墓内有五色光芒一闪 瞬间 这李天盛体内修为直接紊乱 更是停止下来 他脑海嗡鸣 心神恍惚 居然在这危机关头失神 哄的一声 散尖 直接就刺到李天盛的身上 惨叫传出时 李天盛的身体刹那枯萎 而其磅礴的升级 此刻全部涌入白小春体内 散入全身骨头中 使得白小春全身一颤 闷闷的轰鸣 从体内回荡而出后 他的双眼深处 竟出现一丝淡金色的光芒 体内的不死骨 此刻终于突破 达到了脆骨径 第三重天 随着第三重天的达成 白小春明显的感觉 全身暖洋洋的 他真切的感受到 自己的肉身防护 比之前更强了 而最让他激动的是 此刻的他已经达到了 施展不灭地权的 最低修为要求 此刻 四周呼啸 破空之声骤然传来 远处公孙艺 许山 还有二皇子 陈漫瑶 以及众多天骄 都已赶来 正向着这里急驰 周虹 拦住此子 不能让他逃走 周虹眼睁睁地 看着李天盛也被擒住 此刻 又听到众人远处传来的声音 休脑之下 扬天丝吼 身体内 顿时就爆发出更多的黑线 这些黑线 猛然间就扩散四方 显然是被激怒之下 要展开更强的杀手锥 那些黑线全面爆发 哄天动地 从四面八方 向着白小春瞬间袭来 白小春呼吸一沉 握住拳头 目中闪耀精芒 全身气息在这一瞬 诡异地收缩起来 仿佛一切生命的征兆都消失了 如压缩到极致 在他的右手拳头上 更是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正急速地转动 这漩涡内 散发出一股 让所有人灭色巨别 无法置信的恐怖波动 正是不灭地权的起手势 第六百九十六集 不灭地权 不死卷 第四层不死骨 其秘书不灭地权 这还是白小春首次施展 他的全身气息急速的压缩 仿佛血肉灵魂乃至一切生机 都在这一刻压缩到了极限 他的骨头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似成为了这惊天动地的一拳根基 随后以全身血肉挤压 形成一波波 在白小春体内不断爆发的力量之源 这力量之源 似化作了狂烈风暴 在白小春体内骤然而起 极为狂暴 似乎若骨骼防护不够 必定会被这风暴撕裂身躯 乃至自我毁灭 而这一切都是在体内发生 随着骨骼根基的坚挺 随着那血肉之力的不断崛起 更是随着全部肉身之力的疯狂压缩 最终以皮作为宣泄口 似要从白小春全身所有皮肤上 扩散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变化出现了 这不灭地全的独特运转 使得那原本应该扩散全身皮肤的爆发力 在这一术生生被遏制 如同封锁了九成九 只留下了他此刻握住的右手拳头 唯独这右手拳头是此刻全身力量的唯一爆发点 这一刻的白小春如同体内出现了黑洞 压死我一切 收死我一切 在他右手拳头外 那出现的黑色漩涡散发出惊天动地的强悍气息 似到了控制不住的程度 仿佛若不打出去 那么白小春的身体就会在这不灭地全的反噬下 直接轰灭 更是在白小春的身后 竟隐隐出现了一个虚影 这虚影似乎穿着地袍带着地观 相貌虽模糊看不清 可却有一股霸道的地义 无上而起 抬头时 白小春四周的虚无似要碎裂 不断地扭曲 这一幕幕 让远处正来临的公孙义 许山 以及二皇子 陈漫瑶等人 全部骇然稀气 神色在变 尤其是周虹 他距离白小春最近 首当其冲 在感受到白小春这一刻的诡异后 他在心中在这一刻 生起了从未有过的生死危机 还没等周虹有什么举动 白小春咧嘴一笑 向着那些黑鞋 向着周虹一拳轰出 这一拳 在轰出的瞬间 他身后的地影 竟融入到这一拳中 随之而起 一路霸气滔天 地意惊心 天地色别 风云到绝 如同一个巨人向着大地 直接打出全身之力 更是在轰出的刹那 四方传来无济犀利 一个惊人的黑色漩涡 肉眼可见的不断扩大 眨眼就是十张范围 似取代了这世界的一切色彩 吸引了这天地的一切注视 仿佛在这一瞬 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这一拳 以及这个黑色漩涡 一拳落 苍穹别 周虹发出凄厉的嘶吼 他此刻双眼内带着骇然与恐惧 内心颤抖到了极致 脑海中如掀起滔天打浪 在这嘶吼下 他的身体上甚至都爆发出 阵阵青色的光芒 化作了一把长剑 被他握在手中 向着来临的这一拳 直接斩下 周虹 整个人疯狂起来 九幽斩 这一斩 一样的惊天动地 青色的剑光 似要分裂虚无 而四周那些黑血 更是如同剑鱼 刹那直奔白小春 绽放出璀璨的花彩 这一幕幕 让远处的众人 全部心神摇曳 这种程度的厮杀 他们在长辈身上曾看到过 可同辈之间却不多见 可这一切 却如昙花一现 随着青色剑光 与白小春那一拳 形成的黑色漩涡碰触 八方的轰鸣声 滔天崛起 震耳欲聋的声响 传遍八方时 周红的青色剑光 瞬间崩溃 那些黑血 更是全部扭曲 如狂风中的烟丝 刹那就被抹去 而周红 更是喷出大口鲜血 全身上下 骨头碎裂大半 血肉模糊 原因都被打出身体 直接就昏迷过去 而其身躯 更是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就被抛开 不灭地权 首次出现震撼世人 而这 还是白小春 并没有完全将这一拳 彻底轰开的程度 只是用了三成力而已 毕竟 这不灭地权太强 白小春很担心自己 一不小心 将这周红打死 可仅仅是三成 也依旧震撼霸方 这一拳 的的确确 如其描述的那样 可轰天 能灭地 威力之大 绝非碎猴锁 汗山状可比 更有一股霸道之力 喊动西深 这一切 如同天雷 在众人耳边炸开 所有人都愣了会儿后 忍不住连连吸气 就算是公孙义 与二皇子 也都心神狂震 他们下意识的 就衡量对比了一下 随后 心脏颤动的发现 就算是他们 面对那充满了 霸道地义的一拳 其结果 与周红比 强不了多少 很难正面对抗 这一拳之下 众人根本就难以阻挡 没有人想到 白小春那里 居然还有如此 惊人的手段 追一拳的力量 甚至已经不属于 猿鹰层次了 随着周红的昏迷 白小春身体 木然冲出 速度之快 刹那就追了上去 一把将周红的猿鹰 已经肉身收走 没有丝毫停顿 化作一道 炭雷般的长虹 刹那远去 四周众人 呼吸急促了些 下意识的 就要迈步追去 可他们的脚步刚骑 远处的白小春 其嚣张的声音 在这一术 木然传开 别来扔我 这样的一拳 老子还可以 打出一百多次 你们信不信 这声音带着霸道 带着嚣张 让四周众人 听得都极为刺耳 可却毫无例外 全部都脚步一顿 居然不敢继续追击 哪怕是公孙义 此刻身体颤抖 面色难堪 可他的脚步 却还是没有再次抬起 他只能急促的喘息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远去的方向 他的骄傲 在这一刻备受打击 还有那暴女许山 此刻也都神情一灵 看向白小春的背影时 他目中露出强力的身材 这身材一细节 似有狂热与崇拜 二皇子目光急速闪动 心中起了无数思绪 没有注意到身边的陈迈瑶 此刻盯着白小春离去的方向时 那目中露出的更深的疑惑与震撼 这样的一拳 他绝对打不出几次 没错 否则的话 他又岂能逃走 怕是以此人雅子必报的性格 方才就趁着我等世神出手了 拜上之后 四周众人陆续开口 可公孙义等人却始终一言不发 他们身为天骄之首 心智不俗 又岂能看不出白小春的虚张声势呢 可就算虚张声势 那一拳依旧如同挥散不去的阴影 让他们内心深处引起了畏惧之意 短暂的沉默过后 许山深吸口气 二话不说 身体刹那追逐 随后是二皇子陈满瑶 这三人的心思并非与白小春交战 而是其他 这一点别人看不出来 可公孙义能感受到 他沉默中 缓缓抬头 墓中有血丝浮泻 一身战役在这一刻 滔天而起 我不能让自己的头上多出一个人 白豪 从现在开始 你真正的走入到我的眼中 公孙义 全身修为轰然而起 竟没有去追白小春 而是直奔 鬼王花所在之地 你一定会来这里 我在这里 等着与你一战 公孙义的墓中 露出果断与澎湃的战役 至于其他人 此刻一个个苦涩中灭灭相去 他们内心后悔招惹了这么一个妖逆 可谁也无法提前预料 自己等人原本认为可以随意揉捏的家伙 居然摇身一别 化作了让他们心惊胆颤的 洪荒巨兽般的存在 第六百九十七集 白豪 你别走 该死的 这白豪竟然这么厉害 你早点打出这一拳 我们都知道 谁还能惹你啊 是啊 他若是早些露出这种战力 我们大可以去结交啊 没必要出手 何至于弄得眼下这个局面 众人一个个是内心叫苦 可却没有办法呀 只能彼此凝聚在一起 化作了三部分 不敢继续追杀白小春 而是远离此地 他们对于鬼王国已经不抱希望了 此刻所想只有一个 不管是谁拿到了鬼王国 只要炼魂壶开启 就立刻逃出这里 炼魂壶武器内 白小春飞驰远去 面色微微苍白 不灭地拳的打出 让他这里也都很是心惊 肉身之力锐减的可怕 全身 血 骨 肉 肌 都有火辣辣的刺痛 好在 他那一拳只用了三分力 而且还有修为榜身 这才可以无碍的离开 这不灭地拳太厉害了 方才我若是全力打出 怕是就算天然 我也能用这一拳 让其动容 白小春深吸了一口气 回想之后 眼中露出激动于振奋 他从踏上修行路开始 就始终修炼不死长生功 这么多年来 为了此功 他耗费的资源太多了 可如今 随着那惊天动地的一拳 白小春觉得这一切都太值得了 另外 随着脆骨镜到了第三重天 全身骨头散发出暖洋洋的感觉 使得他很清晰的感受到 自己的肉身防护 明显比之前又提高了不少 甚至在恢复上也都增加了数成 我刚才走的时候 那些人明显怕了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怕了 也没用 白小春想到这里 内心昂扬起来 一想到自己现在这么厉害 可以横扫众人后 他就再没有了丝毫紧张 反倒是饶有兴致的 将昏迷的周虹从储物袋内取了出来 先是好心的将周虹的原因打入七体内 使得原因归翘 这才拿着永夜伞直接戳入其胸口 刺痛之下 周虹猛的睁开眼 白豪 你干什么 周虹怒吼 可还没等他吼完 全身生机被抽取的强烈痛楚 就让他激烈的残叫起来 他的身体更是眨眼间枯萎一下来 磅礴的生机涌入白小春体内 使得他肉身之力大范围的恢复 可这周虹本就重伤 此刻被这么一折腾 没几一下就在那残叫中又昏迷了 白小春赶紧将永夜伞抽回 愤愤的看了眼皮包骨头的周虹 很是不满 实在是没用啊 连礼天盛都不如 就这么点生机 还世子呢 阴阳辣枪头 白小春嘴里嘟囔了几句 将周虹重新扔到厨物袋内 看了看四周的雾气 跃跃欲适中一晃远去 时间流逝 很快一天过去了 这一天里 白小春的凶名赫赫而起 他的战力太强 天盗月鹰 配合那惊人的肉身之力 以及超长的速度 是的 他在那些蛮荒天骄心中 一军突起般 就如同是一头恶狼 进入到了羊群中 这么形容或许有些夸张 可实际上却差不了多少 天盗月鹰的强悍 在之前的积累中 或许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可如今却是后机勃发 月鹰中 除非是那些半只脚脱离了月鹰 处于感悟天地的 半步天人的强者 其余人等 根本就不是白小春的对手 就算是元鹰大圆满的周虹 也都如此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甚至半步天人的强者 白小春也有信心 不灭地权之下 半步天人也要白退 一天的时间 白小春的身影 在这炼魂湖的雾气内 多次出没 因找不到单独之人 更找不到五人左右的小队 所以他的目标已经放在了那些数十人的队伍上 如真的化作一头恶狼 往往的疯狂而去 瞬间出手 直接生擒了几人后 就立刻顿走 毫不停留 使得众人颤抖心惊 可却没有办法阻挡 就这样 一天的时间 就被白小春绑走了超过三十人 如此一来 近乎六成多的蛮荒天骄都已沦陷 余下的三十多人 全部都骇然恐慌 尤其是想到白小春的那把诡异的伞 以及吞噬生机的手段 就让人心底更为的惶恐不安 这些人 如今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追随二皇子以及陈漫瑶 去了鬼王花所在之处 与默默等在那里的公孙义会合 还有一部分 则是急速逃走 直奔烈魂狐嘴的方向 目的很明确 他们认输了 不想与白小春为敌了 摆明了态度 这是等烈魂狐开启 第一时间逃出去 除此之外 此刻在这烈魂狐雾气内 依旧追寻白小春的 只剩下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女子 正是陵陵王的郡主许珊 她的墓中带着异样身材 在这雾气内不断的搜寻 试图找到白小春 白浩 我一定会找到你 你是我的 许珊心内莫孽 目中露出尖底 半天前 在白小春一次得手后 她终于追了上去 二人断是交手 可打到一半 对方居然一拳 将自己昏腿数百丈 转身就逃 这就让许珊这里 非常不满 而此刻的白小春 在横扫了众天骄后 越战 信息越充足 信心暴增之下 战力越勇 她的除代呢 如今已经绑了七十多人 每一个都是生姬北溪 皮包骨头的 只剩下一口气了 如此磅礴的生姬 使得白小春的脆骨镜 直接从第三重天 推升到了第五重天的境界 使得她肉身防护更为强悍 甚至此刻 原因初期的神通落在她身上 不说不痛不痒 可却形成不了什么 太大的伤害了 马上就要脆骨镜 第六重天了 白小春高兴中 在这雾气内搜索一番 发现很难再找到 那些蛮荒天骄 又寻找了一个多时辰 渐渐的发现 余下的那些人 分成了两部分 欺负我白小春 要付出代价的 白小春得意的一抬头 那部分逃到虎嘴处 明显是认输的姿态 白小春琢磨着 自己还是很大气的 也罢 既然你们知道错了 白爷爷我就 放你们一马 不过那些守在 鬼王花附近的家伙们 可就别怪白爷爷了 白小春舔了舔嘴唇 正要飞向鬼王花 所在之地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他身后的雾气内 有一道长虹 急速而来 那长虹内 是一个女子 这女子远远的 看到白小春的身影后 立刻眼中露出 强烈的异样光芒 呼吸急促不舒 小脸都红了一些 白鹤 你别走 在看到这身影的瞬间 听到这句话的刹那 白小春原本自信的面色 陡然变化 眉头直接就皱了起来 转身就爆发全部速度 急速避开 心底则在郁闷 他半天前遇到过许山 可二人的一战 让白小春无奈至极 不是这个许山有多强悍 他战力与周虹差不多 可他身上 居然带着一枚玉佩 这玉佩是陵陵王 给他的护身之宝 极为夸张 被开启后 白小春发现 自己居然打不破 这防虎之光 要知道 在蛮黄州 九幽王以及斗圣王 都没有给周虹 以及公孙义 这样的法宝 毕竟在他们看来 蛮荒内 虽有人会对他们的子嗣出手 可却绝不敢灭杀 而且作为他们的世子 日后更要继承王位 所以防虎之宝有害无益 只有在血战中魔力 才可让身为世子的他们越来越强 不过显然 灵灵王不是这么想的 他给许山的这玉佩 其防护之光 就算是天人也都打不破 唯独半神 才可将其一拳碎开 如此一来 这许山的安全 足以万无一失了 而在这炼魂湖中 他更是一个近乎作弊的存在 对白小春而言 虽战斗力有限 可却无人能伤害到他 白小春打了半天 很是傻眼 而这许山更是纠缠不断 悲愤郁闷中 白小春索性一拳将其轰飞 转身就逃 可对方却没完没了的 不断的追击自己 打又打不动 白小春心底更为抑郁 琢磨着 好在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否则的话 这根本就没法玩了 此刻白小春飞速急迟 很快就又拉开了距离 消失在了雾气内 后方许山追了半天 一眼看又被白小春逃走了 他狠狠的一跺脚 白浩 我一定要追上你 你是我的 是我的 耳别传来远处许山的声音 白小春速度更快 想到那位凌凌城的郡主 纠缠不休的样子 白小春就有些头大了 这小娘皮身上有那玉佩 我怎么打呀 白小春叹了口气 觉得此女实在是可恶 但是没办法 只能避开 甚至担心对方又跟上来 他还绕了一大圈 这才从另外一个方向 直奔鬼王花所在之处 此刻鬼王花盆的光幕外 公孙艺闭目独自排袭 坐在一处矮风上 似整个人正在吐纳 让自己维持在某种巅峰状态 那闭着的眼内正有盎然的战意 越来越强的积累 他在等 他相信白昊一定会出现在这里 距离他不远 二皇子与陈漫瑶在一起 他们的身边围绕着十多个权贵家族的天骄 一个个都面色难看 对于此番烈魂狐之行 他们心中都感觉很糟糕 实在是没人能想到会出现白昊这么一个天大的意外 先是虚空语言神禁令他们措手不及 后是白昊的强悍让他们心惊不已 此时更是远远的看到了在那炼魂狐嘴的方向 余下的那批十多人 明显示弱认输 聚在那里等待炼魂狐开的样子 实际上他们也想认输过去可却不甘心 哪怕知道白小春很强 可他们心中还是有一丝侥幸 毕竟这里有元英大圆满的二皇子 有这一代数一数二的小圣王公孙义 还有大天师的弟子陈漫瑶 这三人如果是联手 说不定可以压制白昊 这个念头在众人心中不断的升起 一个个患得患失中警惕的看向四周 二皇子目光闪动 生出了其他的心思 对于这白昊很感兴趣 在他看来 此番烈魂狐的事情很明显 这白昊是被聚鬼王当成了弃子 或许我可以将此人拉拢过来 不过此人修为高深 心气必定很高 想要将其拉拢许先折服 二皇子沉吟时 一旁的陈漫瑶皱着秀眉 脑海里浮现白昊的身影 寻找其身上熟悉的地方 试图将那些熟悉不断的放大后 找出线索 就在众人这里心思各异时 突然的公孙义猛的抬头 二皇子陈漫瑶也都立刻看去 其他人纷纷心惊 目光全部落在远处 他们的墓中清晰的看到远处的天地界 雾气默然翻滚 一道身影从那雾气内如离弦之箭 传来阵阵破空的呼啸直奔这里而来 那身影一头长发飘摇 一身衣袍迎风而动 墓中带着精芒 全身上下似有一股霸道之意 傲然而起 百合他来了 众人立刻心神震动 公孙义目中的战役似要爆发 可却被他强行忍下 依旧是盘西坐在那儿 看了眼白小淳后 竟重新闭上了双眼 可明显的 他的气息在这一刻有了不稳 但很快似平静下来 还没到战踏之时 公孙义内心磨刀 他在等 等到了白小淳后 他还要等自己的战役 再次积累后 达到一种何出浮流的程度 白侯 你将是我的磨刀石 龟王花外 随着白小淳到来 气氛立刻凝固 二皇子眼中惊芒一闪 向前一步走出 速度之快 刹那就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白小淳而去 他这一动 四周其他天骄 立刻振奋 也都瞬间飞出 随着二皇子一起 冲向白小淳 只有公孙义 与陈漫瑶没动 与闭目的公孙义不同 陈漫瑶的双眼 露出明亮之芒 盯着白小淳的身影 似白小淳的一举一动 都被他牢牢记在心底 而此地的这一幕 也同样被语言出 脸昏糊嘴的那十多人注意 他们一个个 虽已露出认输的姿态 可心中实际上 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此刻纷纷看去 这一顺 众人瞩目 苍穹上 白小淳的身影 刹那间就与二皇子 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 顿时回荡天际 二皇子 以身援英大圆满的修为 全部爆发 双手掐绝中 更是在他的四周 此刻轰隆隆的降临了 七道 左右百丈大小的虚影 这七道虚影 每一尊都穿着地袍 带着地罐 更有沧桑之意 不断爆发 如同封翼四方 形成了某种特殊的领域 而在这领域中的二皇子 竟在身上 也散出了帝王的气势 在这气势下 他的每一次出手 似乎都蕴含了某种气域 不是天人 但却隐隐与天人一样 都可引动天地 红明节 更有一条金龙幻化 从二皇子体内飞出 怒吼一声 冲向白小春 白小春 面色已变 这二皇子的神通 让他很是吃惊 这种神通 与自己的不灭地权 有些类似 可本质上不同 他的不灭地权 是取自身之力 压缩加持的爆发 而这二皇子 是明显地借来外力 尤其是那种气韵引动的天地之力 让白小春这里 在与二皇子碰触时 好似看到整个蛮荒内 无数魁皇子民的膜拜身影 而这还是其次 最让他心惊的是四中内七尊雕像 这七尊雕像 任何一尊都让白小春这里 头皮发麻压力极大 至于那二皇子居然凭着此神通 能抵抗自己的术权 这是什么神通啊 白小春这里心惊时 四周众人全部振奋起来 魁皇法 这是皇族秘书 好久没有看到皇族秘书了 二皇子不愧是被誉为 在大皇子之后 最有可能接替皇位之人啊 轰鸣之声 将众人的激动之音压下 短短的接触中 白小春与二皇子之间 就传出持续不断的 正儿欲聋的滔天声响 比周红强了不少啊 白小春目光微宁 右手抬起时 列灵十六次的黑色长枪 瞬间出现 二皇子面色难看 一样倒退 他远不如看起来那么轻松 方才出手时 他内心骇然的发现 自己的修为 居然被无形压制了一些 更让他心惊的是 修为运转时都有声色 若非是他大圆满的修为 且最重要的是有着皇族秘书 否则的话 怕是方才交锋那几下 自己必定已被重创 此刻体内气血翻滚 他再无法忍住 喷出一口鲜血 目中露出真部 白小春的强悍 就算是在不施展那杀手锏的一拳下 依旧让他极为的忌惮 这白昊太枪了 在我的皇族秘书下 都可将我压制 眼看白小春拿出长枪 二皇子深吸口气 双手猛的抬起 顿时 他四周内七尊雕像 全部闪动黄色的光芒 是的 这四方直接金黄的同时 他的身上竟出现两条金龙 咆哮中直奔白小春而去 四周众人眼看二皇子 与白小春交战 似旗鼓相当的样子 纷纷的目光闪烁 很快的就有几人 木然飞出 加入战局 直奔白小春 其他几人也都迟疑后 立刻环绕出手 一时之节 神通树法 五光十色 轰隆而去 顺着远方 裂魂忽嘴区域的那十多人 也都开始有些迟疑 相互看了看后 相继飞出 显然 对于之前的认输姿态 并非心甘情愿 眼下这个机会 不想放过 这一幕 白小春立刻察觉 眼中有韩王一闪 知道这二皇子不入 而有那些雕像在 纠缠下去 让人心烦 手中长枪忽然一闪 竟被他收起 右手握拳 无视四周神通 向着下方大帝 狠狠的一拳落下 大帝猛的震动 白小春这一拳落下的瞬间 他的面具隐藏之力 全面扩散 心底青南两个字 水泽 瞬间 以白小春为中心 四面八方 刹那就出现浓密的水气 使得四周好似化作了沼泽 可在白小春的面具隐藏下 这一切在众人眼中 早已换了样子 他们感受不到水泽的存在 感受的是在白小春身上 与这一顺散出的暴虐之意 这暴虐之意 滔天而起的刹那 白小春的目中 再次青南吐出另外两个字 国度 第六百九十九集 谁是魔石 默念两字后 白小春猛地抬头 顿时一股惊人的启事 从他四周轰隆隆地爆发出来 将他的头发吹得飞舞时 那片众人看不到的水泽 竟覆盖了方圆千里 刹那节 从白小春的四周 居然出现了一道道利刺 这些利刺如倒塌一般 快速升起 又快速斜着轰然落下 最终 一只足有千里范围的惊人寿爪 竟直接从地面上轰然而起 天地似要崩溃 八方轰动中 那两条金龙 发出凄厉的惨叫 一头撞在寿爪上 仿佛在那寿爪面前 如同秋野一般 全部粉碎的同时 二皇子喷出大口鲜血 身体狂振 被直接洪飞 而四周那些冲来的天骄 身色还来不及变化 就已经如同被山峰撞在了身上 全部喷血 各自倒卷 尤其是远处 那些原本认输了的十多人 正飞了一半的距离 猛然接看到这一切后 顿时傻眼 停在半空 他们不能不傻眼 前一夕看起来 似乎白小春与二皇子 还势均力敌 可眨眼的功夫 二皇子就喷血重伤 其他人更是一个个 全部倒卷而去 尤其是还有一部分 竟被这一击 直接就没了劲气 只有出气了 这就让他们全部张着大嘴 眼皮狂跳 内心苦涩 后悔到了极致 此刻是前也不行 后退一样不行 如被吊在半空中 胆战心惊吼 彼此看了看 很快的 众人就一轰而散 没去鬼王花 也没去炼魂狐嘴 他们实在是怕了 此刻想的是 大家散开 单独躲藏 炼魂狐世界这么大 白小春就算是要找 说不定也无法全部找到 眼看那些 走到一半的十多人 此刻四下逃顿 白小春没去理会 他激动的心脏 动动的加速跳动 这水则国度 他修为突破到园鹰后 也还是首次施展 那千里的范围 近乎完整的受找 让他内心强烈的震动 太强了 怕是与不灭地权 都不相上下 白小春咽下一口唾沫 他知道 这一定是与自己的天道原因有关 所以才能如此强悍 心中再次感慨 自己为了天道原因 所付出的那些苦累 都值了 甚至 他隐隐有种预感 似乎方才 那自己认为的完整受找 并非真正完整 仿佛 这出现的爪子 也仅仅是部分而已 我的本命之寿 白小春双眼冒光 一晃之下 直接就将四周那些 因水则国度出现 而重创的天骄 全部一一封一 扔到储物袋内 至于那位二皇子 挣扎中正要开口 可白小春没心情去听了 直接绑走 做完这些 白小春看向此地 唯独还存在的两个人 一个是公孙义 他依旧排袭坐在矮风上 闭着双眼 从始至终都没有睁开 哪怕 方才白小春那一击惊天 他也还是闭幕 可白小春的墓中 这公孙义此刻的体内 似有一股气势 正在不断的上升 似乎 当他张开双眼的那一顺 就是他这一生 至今为止 最强的一刻 白小春的双目 微微一缩后 有些不大自然 看向第二个人 陈漫瑶 陈漫瑶站在那里 皱着绣眉 望着白小春 白小春也不知道 对方是不是认出了自己 心里有些紧张 可神色 却让自己不露出 丝毫波动 刻意的露出冰冷的气息 单单开口 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对我出手 既如此 我也不为难你 你走吧 白小春 似是很孤傲 话语说完 便不再理会陈漫瑶 而是向着公孙义走去 可暗中 他却是偷偷打量陈漫瑶的神情 公孙义眼皮瞬间就颤动起来 似乎在借助白小春带来的压力 继续磨练他的战役 要憋到极致一般 就在白小春离公孙义不到百丈的刹那 忽然的 陈漫瑶那里双眸内精芒一闪 右手刹那掐局 立刻他的四周 杜尔时有无数飞雪 凭空幻化 直接就在他的面前 形成了一面冰镜 向着白小春一照 这一照之下 白小春面色微变 立刻后退 在他腿后的瞬间 他之前所在之处 虚无瞬间冰风 咔咔声响 成为了一片寒冰 这寒冰诡异 在出现后 四周寒气扩散 白小春那些一条 发现在这寒气下 自己的寒解之法 竟被引动 仿佛要从体内散出 好在 此刻他修为强悍 念头转动时 强行压下 侧头心中复杂 可神色却刻意带着愤怒 看向陈满瑶 你要干什么 白小春话语刚出口 陈满瑶毫不理会 恰觉一直 顿时这寒冰逆转 竟成为火焰 轰然爆开 化作火海 并非四散八方 而是冲着白小春 直接吞噬而去 目标还是如初 都是要试探白小春体内 是否存在了寒解之力 这火焰更为直接 随着吞噬似乎可以引起修饰的本能 一旦修行寒气的修饰 遇到火属性之力 哪怕压制 可身体成年在寒气下 也必定会在火焰中露出破绽 白小春额头冒汗 这种试探已经太明显了 他紧张中知道 如果是继续下去 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就露出破绽了 此刻来不及多想 转身一晃 速度立刻展开 刹那就出现在陈满瑶的面前 右手抬起 神色全露出真名 找死 轰鸣间白小春一拳轰出 陈满瑶目中却在这个遗数 露出奇异之色 居然毫不闪躲 站在那里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任由白小春这一拳轰向自己 这一幕 让白小春睁大了眼 这一拳一旦落下 陈满瑶毫不抵抗中 不死也要重伤 白小春赶紧收拳 可在拳头收回的瞬间 陈满瑶的眉目 就露出惊喜 他咬着下唇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这一幕立刻就让白小春明白 自己上当了 这是陈满瑶 用自身去试探 去读 叫华呀 白小春欲哭无泪 只能亡羊补牢 拳头虽收回 可却化作手掌 直接就拍在陈满瑶的身上 将其直接封印 没等陈满瑶开口 白小春赶紧将其一把抓住 扔到了橱袋内 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神 这都算什么事啊 白小春心底迟疑 他估计有一半的可能 那陈满瑶是猜出了自己的身份 可他很是头痛 觉得自己隐藏的这么好 可怎么还会被怀疑呢 有心去问问 可他此刻真的不敢去看陈满瑶 担心再次露出什么破绽 叹了口气 白小春摇头 目光落在此地最后一人 公孙艺的身上 在他看去的瞬间 公孙艺的眼皮颤动得更频繁 有意思 这是以我带来的压力 作为模式 来练自己的战役 这种方法有用吗 白小春哼了一声 此刻被陈满瑶的事情 弄得心烦 再没废话 瞬间指本公孙艺 他还记得 这是公孙艺当初的封印大王 使自己停顿 从而被那些天骄神通 轰在身上 一想到当时的危机 白小春就心敌有气 他速度飞快 刹那临近 可就在距离公孙艺 使掌的瞬间 公孙艺的双眼 猛的睁开 在双目开合的刹那 他的目中 露出如同太阳般的 强烈光芒 更有战役从体内 似压役到了极致 轰然爆发 冲天而起 白号 公孙艺低后中 随着全身战役的饕贴 他的身体外 刹那就浮显出十万符文 这十万符文刚一出 就急速旋转环绕 化作一道道金光 远远一看 如同金色的飓风 声响震天 光芒刺目璀璨中 白小春在他面前 就仿佛是飘散的流绪 似乎随时会被这飓风 直接四分无力 而那十万急速旋转的金色符文 更是在这高速中 好似成为了一把把 无坚不摧的利刃 带着尖锐呼啸 直奔白小春而去 第七百集 我还真突破了呀 这金色飓风 如无坚不摧的利刃 可如今的白小春 他的肉身防护惊人 全身更有猎灵宝物防身 不说是人形凶手也差不了多少 脉不解 这一飓风根本就无法阻挡他的身影 喷喷之声不断传出 那些金色符文轰击在白小春身上 可却对他没有太多影响 几乎眨眼睫 他就出现在公孙艺的面前 神色猙獰 右手握住 一拳轰去 可就在这一拳落下的刹那 公孙艺目中露出金芒 四周那十万金色符文 竟刹那间直奔他而来 其身前层层叠加 形成一面金色的光墙 阻挡白小春 轰鸣之一 寒天而起 白小春脚步一顿 那金色光墙颤抖 一刀刀裂缝 咔咔出现 可却没有崩溃 光墙后的公孙艺喷出大口鲜血 借助白小春那一顿的时间 竟没有后退半步 而是向着白小春猛的迈出一步 白昂 白昂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公孙艺低贺了一声 内心也是大惊 体内修为被一股无形之力压制 让他立刻就明白 这白昂为何能这般强悍 怕是与此奇异竖法有关 此刻来不及多想 他凭着强烈的战意压下一切体内不稳 双手掐决 向着白小春一指 立刻给光墙自行溃散 只是在溃散的瞬间 这十万符文又重新凝聚 居然形成了一条金色的凤凰 这凤凰发出奸礼之衣 向着白小春骤然冲去 这小圣王神通不俗 必定来自窦圣王 若非我没有原因攻法 且有些神通灵力消耗太大 捏死这小圣王 并非困难 白小春内心想了一下 看出公孙艺的修为 已经是超越了猿鹰大猿腕 似乎距离半步天人景 也只差了一层隔膜 只不过 这隔膜很难打破 须有机缘 有大毅力才可 此刻 眼看那金色凤凰吞噬而来 白小春右手虚空一抓 顿时 那把炼灵十六次的黑色长枪 瞬间被他握在手中 没有半点迟疑 向着来临的金色凤凰 直接一枪刺去 这一枪 好似开天辟地 掀起一连串的音宝 直接就与那金色凤凰碰触在了一起 声响是轰鸣天地时 一股冲击扩散四方 推动公孙义 向后倒退开来 白小春身体猛然爆发 化作一道流星追击而去 黑色长枪在手 使得白小春这里 若在远处看去 如化作里一道黑色的闪电 似要将苍穹 撕立 气势惊人 公孙义那里 直至退到了百丈开外 鲜血止不住的喷出 勉强停顿下来 眼看白小春冲杀而至 他呼吸急促 双眼内的战役 在这一刻更为强力 大吼了一声 警 没选择后退 更不是闪躲 而是向着白小春 直接冲来 我是小圣王 我岂能败在你的手中 公孙义是目中赤红冲去时 双手在身前猛得一按 顿时四周那十万符纹 瞬间凝聚 竟在他的前方 化作了一把金色的战斧 向着来临的白小春 狠狠的一幅斩下 轰鸣之声 再次撼动八方 那金色战斧层层崩溃 十万符纹立刻溃散开来 白小春气息微微波动 可速度却没有丝毫缓慢 穿透崩溃的战斧后 依旧化作黑色闪电 直奔公孙义 公孙义喷出鲜血无数 身体被大力轰击 推动刀卷数十张 嘴角露出彩效 可目中的战役却没有减少丝毫 咆哮中 他似乎不顾生死 双手掐绝下 立刻四周散开的十万符纹 金光更为璀璨 瞬间挪移而来 竟在公孙义的面前 凝聚成了一根金色的长棍 手持长棍 公孙义猛的抡起 身体更是旋转 修为之力全面爆发 而他肉身一样不俗 融合之下 居然掀起了一道金色的风暴 向着来临的白小春狠狠的一棍砸去 这公孙义的神通居然变化莫测 白小春也心惊 对方那十万符纹的变化 看得他眼热 但也知道这必定是斗圣王的秘法 外人不可能掌握 眼看那金色棍子排山倒海般来临 白小春也低吼了一声 手中长枪不再是刺出 而是被他向上狠狠的一撩 顿时虚无扭曲 他的修为 他的肉身之力顺着长枪悍然爆发 二人又一次碰触 声响超出曾经 惊天动地中 公孙义鲜血大口大口喷出 可他仿佛癫狂 哪怕此刻伤势到了这种程度 依旧没有退后 向着白小春再次的杀来 这一次不再是棍子 那棍子瓦解 十万符纹在这一刻 居然与公孙义的四周相互凝聚 竟化作了整整一百件法宝 这些法宝 刀枪剑极 辅月 勾叉比比皆是 可没有一个是防护 全部都是杀气惊天 随着公孙义冲向了白小春 白昊 打出你的杀手锏 要么我死 要么你亡 白小春面色动容 这公孙义的战役之强 还有神通的诡异 乃至那种毫不畏死的疯狂 这一切都让白小春内心震动 他首次的真正认识到蛮荒的天骄 或许并非如自己之前所绑的那些人一样 这里面还是有那种真正具备强者之心的存在 如这公孙义 如那周虹也勉强算得上 虽有各种瑕疵 但他们的身上那种狂暴之意 那种凶残而坚定的意志 白小春在星空倒击宗内也都少见 他不是我的对手 可依旧还是义无反顾的与我一战 联想他之前的举动 这很明显 是真的拿我当成魔石 要在生死之间练造自身 白小春的目中露出一丝敬佩 这种对手 他觉得自己需要尊重 此刻眼看对方冲杀过来 那一百件法宝杀气逃天 白小春深吸口气 右手抬起时 手中的黑色长枪消失不见 他没有继续用法宝 而是站在天底界 身体的气息在这一瞬 直接收缩 体内传出咔咔之声 精气神乃至灵魂全部都压缩下来 随着压缩 他的右手出现了黑色的漩涡 一股恐怖的波动 从这漩涡内不断的扩散出来 而他的身后更是在这一瞬 快速的凝聚出一道 充满了霸气的身影 穿着地袍带着地罐 目中带着疲逆天地之意 你要生死之前感悟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白小春肃然的同时 也觉得自己这句话说出来 威气凌凌 牛逼呼呼的样子 右手猛的握住成拳 气息成本向着来临的公孙艺 直接一拳落下 这一拳落并非十成 依旧还是有所保留 只有五成 可仅仅如此也让苍穹色变 让大地轰鸣 让四周的雾气全部倒卷 那黑色漩涡更是刹那间膨胀 似形成一个黑洞 直奔公孙艺 与此同时 白小春身后的地影 此刻目中也闪漏其忙 身体扭曲 形成了一股霸道之意 融入白小春的拳头内 融入那黑色的漩涡中 形成了白小春的杀手节 不灭地拳 这一拳打出 似乎整个天地都缓慢下来 整个世界的目光都凝聚过来 取代了这虚无的所有 成为了此地唯一的主目 公孙艺发出一声强烈的嘶吼 双目赤红的盯着白小春 这一拳形成的带着霸翼 显得至高无上的黑洞 咆哮中双手向前大力一挥 都圣天 随着圣医如天雷般回荡 他四周那一百件法宝 全部加速冲出 直奔白小春的不灭地拳而去 声响插那震天惊地 那些法宝在碰触不灭地拳的黑洞后 竟全部的崩溃开来 四分无力 居然无法阻挡丝毫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十万符文形成的法宝碎密 眼睁睁看着那黑洞轰然而来 要将自己吞没在内 强烈的生死危机 顿时就在公孙艺的心神内 如滔天的大浪不断地掀起 在这掀起中 在这要被吞没的刹那 在这生与死的瞬间 公孙艺的战役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强烈地爆发 在这战役的爆发下 在这意志的疯狂中 他忽然全身猛地一阵 耳边似传来咔咔的碎裂之声 好似在他身上的某种桎梏 在这一刻轰然崩溃 紧接着 一股比他之前还要惊人的气势 从其体内冲天爆发 随着爆发 变幻的苍穹突然出现无数的云雾 竟在那苍穹上 似乎隐隐出现一个巨大的虚影 这虚影仔细一看 竟是公孙艺的面孔 虽只是刹那出现就立刻消失 可这一说 他身上气势的爆发 无不说明 他的修为突破了 半步天人 他身上气势的爆发